哇 掉下去了 前方旁邊 來 開始了 對 好 來 這一台車 所以我們大家下午彎 今天下午的車是賓士W205 這一台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四輪驅動版本跟一般後續的版本 最大的差異是在這個地方 它前面避震器的下速 這個結構不同 因為它需要這個凹陷下去的一個造型 它這裡會有穿過去一個傳動軸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形式不太一樣 但這個車怎麼看避震器那麼細 因為這台車前面是雙A背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避震器其實不用很粗壯 這台車其實還有分 氣壓跟背氣壓的懸吊 它原廠也是可以選配氣壓的懸吊 然後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這個後面避震器 這個後面避震器的孔徑 也會因為氣壓懸吊 或者是彈簧式的懸吊有所不一樣 這個孔徑的粗細 如果是氣壓的它比較粗 如果是一般彈簧的它這個孔徑比較細 那這台車經理已經做過直播應該五六台以上 那最後一個表現給車友們來分辨的 應該就是後面的孔徑 我一樣會把它下壓阻泥 那這台車的阻泥石 後面的話非常非常的硬 那這樣overdamping的設定會有一個重點 你來一下 我就是踏入鏡了 我要開它 這個後面的damping的重點 就是因為它做了overdamping的設定 所以這樣主尼的設定 在低速行駛的時候 台灣的道路品質實在不是很好 所以在低速行駛的時候 它的路感會很直接 可是當高速行駛的時候 結束大概130 140 甚至180 190以上 它的穩定度就會好很多 所以它並不是說主尼好與不好 是它的主尼 適不適合台灣的道路狀況 所以這台車是KT在製造避震性少數 非常非常少數的車款裡面 會將主尼指往下修正的車款 W205就是最經典的例子 這個我們的主尼 反倒是會修正的軟一點點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它一樣是背式燈代工的 這是背式燈的 這裡 那前面的部分 後方的 後面的話 它的上方還有一個橡皮 而且上方的橡皮還蠻奇怪的 它不是坐在這個橡皮的正中心 因為這個機構它是跟氣囊 那這台車因為剛剛有說到 它也可以選配氣囊 它是跟氣囊這個零件是共用的 所以它這裡的話可以做一個偏心的規格 這個是做一個偏心 然後它下方的橡皮的話 就需要沿用圓掌 那如果本來是氣壓式的懸吊 它的下支幣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本來是氣壓懸吊的話 它下方還會再多一個轉接座 所以彈簧有彈簧的規格 氣壓有氣壓的規格 二區四區都分別有不同的規格 重點是KT全部都有做到的支援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那前面的避震器的話 是前一個世代 W204市場會覺得它比較舒適一點點 所以這個世代從2015年之後的W205 它的底盤整個大改款 那前面的話變成是多靈感的雙A懸吊 所以多靈感的雙A懸吊自然在操控上 比較具備的優勢 像這個上座的話 它下方就沒有軸承 因為它雙A懸吊的懸吊 所以上面的這個螺絲 是跟我們的螺絲的規格是不同的 所以KT的話 有附上座有附螺帽 全部的話都使用KT的銀件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配置的話是配12公斤 12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15公斤 一般有的車友會詢問說 一般好像日系車款 後面彈簧的公斤數都會比前面少 那這台車怎麼 後面的公斤數會比前面多 那最主要是它的懸吊的幾何位置不一樣 後方彈簧的位置它比較靠近支點 所以比較靠近內側 所以它的彈簧公斤數就會做得比較高 那一般也有的不同的品牌 有可能會做到13公斤左右的也有可能 那每一件的設計不太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裝上去的樣子 這個是賓士的 它的一個下持幣都有一個試蓋 那經理要在這裡澄清一件事情 像上個禮拜 我們好像安裝了一個禮拜 好像安裝了四台 四台都是賓士的車子 那今天又裝了賓士 有一個車友 誤會以為我們先把賓士的車 一些比較高檔車排在前面安裝 其實真的是很冤枉 因為這些車友 都是事先都已經有做預約了 所以如果有不同的車款 我們都是非常非常歡迎 但是因為工廠的一個空間比較小 所以都會建議車友 事先幫我們預約一下 來 後方的話 它的上座是要沿用原廠的 上座在這裡 上座的話要沿用原廠 那上座下方一樣有一顆旋鈕 這裡是在調整後面的阻擬紙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順時針就是硬 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那這台車還是一樣有一個重點 這台車的後輪 它後輪的話一樣只能做速腳的調整而已 如果後輪的camber太趴的時候 因為它四驅後輪也會驅動 所以一般來說後輪比較不會像前驅車 那麼容易會吃輪胎的內側 但是如果降低的幅度比較大 它的後輪一樣會有camber的問題 建議如果降低的幅度比較多的話 還是一樣這支 這支仰角調整器 一樣會建議做改裝 它的底盤有很多的車系都是共用的 W205 E-Class W213 還有GLC GLC也是使用這樣的底盤架構 這個零件都是共用的 如果有降低的幅度比較多 就建議多改個仰角調整器 但這台車前方的話 上三角下的調整器 單價比較貴 而且好像是有乘戶有做 那坊間有一個做鐵套的品牌 它把前面的鐵套做一個偏心的規格 所以它的前輪可以靠那顆偏心鐵套改裝之後 它的前輪camber就能做微幅的改變 就比較不容易吃台 像之前有遇到一台車W213 它的車高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可是它一樣是輪胎的內側 那就會建議 像這個的話 有兩個改法 第一個 它能調整的幅度比較多 是改上三角架 三角架改成可調式的 第二個就是改剛剛說的偏心鐵套 但這個品牌 可以Google一下 我也忘記這個品牌 但這個已經還蠻成熟的改裝品 那這台車還有一個小小的重點 是它前輪的煞車的中心骨 前輪喔 是前輪 前輪的中心骨比較薄 所以比較容易會有一個激烈操控的時候 會變形的狀況 但是這個都已經 現在都已經有房間有其他的改裝品 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有歡迎再問我們小編 那後方的一個彈簧是在這裡 這個是15公斤 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那上向體的話是不需要沿用的 上向體的話KT也會附一個新品 那像這個安裝之後一樣 彈簧不要預載過多就OK了 這個卡鉗也變成紅色的好漂亮 那我們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方的話 它的上座需要把這個試蓋稍微掀開 這個試蓋稍微掀開之後 才能看得到避震器上面有三顆螺絲 那這裡這樣拍不到喔 可以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KT的LOGO 就是在調整前面的阻尼的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車主的話也有改裝了一些 進氣的冷卻的套件 這台車其實還蠻好玩的 因為它動力分佈的話 有很多不同的設定 有200 有1.6的 1.6升的 還有2.0升應該是最多看得到的吧 就C300 那再上去的話就C43 C43的話是3.0升的渦輪引擎 然後再上去的話就C63 或者是C63S 是4.0升的渦輪引擎 那動力的話好像快接近600匹 很可怕 那前面的話 以這台車我們是配置200長12公斤的規格 是直捲式的彈簧 剛好早上有介紹的是馬自達3 那一台車是燈籠狀的彈簧 那這台車就不適合做燈籠狀的彈簧 因為它前面是雙A貼的懸吊系統 就算原廠的避震器也是做直捲式的彈簧 所以這台車的彈簧的話 我們就配直捲式的 那這台車KT比較用心的地方 還有一個這個下座 這個下座還特別是做一個鍛造的材質去開模具的 很難拍到 這個下座這個地方 所以這台車前面車高調整 會比較比後面單純一點 如果我們把整體的長度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這台車的調整方式比較簡單 那這台車W205 如果在駕駛座旁邊那個避震器的話 它上方的調整旋鈕 KT的阻尼的調整旋鈕 旁邊就有冷媒的硬管 所以如果調整完畢之後 會建議我們把那一個旋鈕的話 收起來 免得萬一有晃動的時候 會磨到冷氣冷媒的硬管 這台車因為我們裝的比較多一點 所以有遇到不一樣的問題的話 就會提醒車友們 那這台車的底盤 AKT的工廠裡面 就有類似的底盤的車款 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如果一樣開W205的車友們 想要試乘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